你走到三樓一進去遇到櫃檯 你就跟他說 你好 我是大嘻哈時代2的評審陳辛翰 你說我覺得你們店內放音樂不OK 然後我要一個抹茶千層蛋糕這邊用 謝謝 你有跟他說他的音樂不行嗎 我這樣就換一首歌而已啊 那你有說你是大嘻哈時代2的評審嗎 我沒有比說 2 大嘻哈時代2的評審陳辛翰 我有點想搬家你知道嗎 有你這種鄰居是不是 陳辛翰那講真的 你看到年輕人這樣創業 你有什麼想鼓勵他們的嗎 不然你給他一點祝福嘛 我真的很不會祝福人啊 那你弟子他們 不然送他一個beat 等一下有人氣喘 陳辛翰願意陪我們去訪一家店 在基隆港附近 有一群年輕人守護著一條巷子 我跟你講他們帶來很多年輕人的一些創意 他二樓是在賣鼓濁 皮件 香氛蠟燭 三樓是賣甜點的 然後他們是年輕人就把它整合起來 變得有點複合式的這樣 所以是同一個老闆 嘿 真的一起經營 你走到三樓一進去遇到櫃檯 你就跟他說 你好 我是大嘻哈時代2的評審陳辛翰 你確定要這樣 確定 你說我覺得你們店內放音樂不OK 然後我要一個抹茶千層蛋糕這邊用 謝謝 然後你就很帥氣的走去做的 直接來 我們工作人員偷偷坐在那裡會有一群在偷拍你 欸你跟樓上講一下 萬一他被打了 有 然後我們回家 哈哈哈哈哈哈 嗨 內容 內容 好 那可以做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大 你知道我是大嘻哈時代2的評審嗎 哦 嗯 嗯 我會換一個音樂 好 好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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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謝謝 喂 好 等等 等等 好 不要緊張 慢慢來 那 給你 等等 你等等喔 欸 不可以用手 犯規 no no 等等 no 好了啦沒了啦我擠不出來了啦 陳現在在上面不知道在幹嘛 我們等他等了快20分鐘了 走20分鐘 來來來來 直接上去了 欸 喂 你好 超丟臉 在幹什麼東西 欸我請你買個前層蛋糕 欸我在樓下等了你快20分鐘了 你結果在這裡餵貓 你有跟他說他的音樂不行嗎 有 我這樣能換一首歌而已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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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丟臉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有說你是大西亞時代2的評審嗎 我沒有比說2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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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西亞時代你沒看嗎 我沒有看喔 只知道有這個節目 但我都不知道大西亞時代 哦 我剛剛有查了 你叫陳新 不要 沒關係隨便 打起 你害我了 欸 那你這樣不認識人家 人家是大音樂家勒 現在累積了這個心有粉絲 這這這這 那他不對他不對 真的他不對 自己喜歡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大嘻哈時代2 的評審 陳新翰 我有點想搬家你 哈哈哈哈哈哈 有你這種鄰居 真的是 哈哈哈哈 年輕人都應該會知道他 你們知道他嗎 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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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看過 呃 YouTube 上面 哦 YouTube 哦 等一下這個環節聽起來很可憐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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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到底在幹嘛呢 好啦有看過啦 再來這是我們店家的甜點師 哦 長得就很甜 哦長得 真的 真的 那你也看過他 有啊 我有看過他 我還追蹤他老婆 哦 你不追蹤他 你追蹤他老婆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哎 我倒水 哈哈哈哈 但我說他是誰啊 他是歌手 也是製作人 哦 我等一下就追蹤他 哈哈 沒關係 不一定要追蹤我 你幫我上去留言罵他嗎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大概也知道他是誰啦 他是誰 陳兴翰 陳兴翰 哦 知道啦 你看年輕人都認識你 好啦好啦 好 那老闆 你知道他嗎 知道 剛剛遇到他 哦 剛剛遇到他 對對對 他來這邊點餐了 哦 你在講廢話嗎 哈哈哈哈 那老闆 陳兴翰剛剛來跟你們點了一個餐 然後說店內的歌要換 你的夥伴有跟你講嗎 你有跟我講片 有 我有跟你講 哪有一到人家店裡面就叫人要換音樂 你對音樂的策略 開玩笑 你去到一個店說 欸這個音樂不好 是很合理的啊 人家就要改啦 欸你是大西啊 時代二的評審 STARTEN 陳兴翰 我覺得好痛苦喔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他最近雖然很紅 但是他沒有代言跟業配 所以他有時間跟我們一起來 沒關係 沒關係 哈哈哈哈 今天一整天這樣有奇怪 他們在吉隆港附近的一個小巷子 他們有年輕人的思維跟心血注入之後 把這個地方稍微活絡起來了 哦 所以這條巷子本來是人煙稀少的巷子是不是 對 剛好我們是做古卓服飾 會特別為了這個東西去做一個裝潢 所以他們可能會為了這個裝潢特別過來 欣賞我們古卓服飾的作品就對了 哦 對對對 做音樂耶 這次預算不多 剩下你可以幫忙一下嗎 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我沒時間 哈哈哈哈 但是你們為什麼大家可以這樣幫來幫去 他是你女朋友嗎 不是耶 不是 可以講一下關係嗎 我們也真的是十幾年 他開店的時候他是客人 然後我們就說啊 開一間店多放啊 然後他就上來當我們甜點師這樣 哦 然後換你講啊你咧 算約聘設計師吧 然後最一開始的時候是幫他們設計下面的招牌 對他合作還不錯 就是有再繼續找我們做這樣子 來來來來來 你讓我們看看什麼叫訪問 貴姓貴姓貴姓 我姓李 姓李 OK 李老闆 還有我還有 你好你好你好 哦 哦 哦 看他表演 好來再來 哦來 你的帽子也是自己批的嗎 欸不是耶 是我們有的代購 沒有我們 我跟你換位置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太快了 因為以前我很愛收一些骨卓 就是我去收那種二戰的衣服 然後我家打掃阿姨就是看到那件衣服 打掃完我回到家他說 星探 你們家怪怪的 嗯 那件衣服不要再穿了 哦 他有感覺 他不是有感覺 他碰到我那個AirPod 他在打掃的時候 噔噔 他自己被嚇到 好像沒有很好笑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我想問 那個東西是不是你們有遇過 對啊 那當骨卓會不會去收一些 就是人家已經過往的那種 應該蠻容易收到 尤其是軍裝 那怎麼樣看這個骨卓 這要如何來判定 品牌可能最少要將近百年 哦 對所以不是所有品牌 都有辦法當骨卓 當他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有這樣的記憶 很多資訊是可以去查到 他當初是幾年去發的 而且一些骨卓如果有靈性啊 你根本不用用衣架 他會自己飄在那 哈哈哈哈 陳先生那講真的 你看到年輕人這樣創業 你有什麼想鼓勵他們的嗎 真的 我幹嘛鼓勵他們 他們跟我同輩耶 不然你給他一點祝福嘛 我真的很不會祝福人啊 那你弟子他們 哈哈哈哈 不然送他一個beat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有人氣喘 哈哈哈哈 我幫你弄節奏耶 好啦 鼓掌 那我們巡邏車也是鼓勵店家嘛 好不好 你今天也謝了陳先生 陪我們拍到現在晚上了咧 他跟我說到六點 我說的話能信喔 你第一天認識我